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欸 爆裂激戰的影片啦齁 拍了那麼多 突然發現有一樣東西到現在我都沒有拍過的 就是關於抽卡的動畫演出這方面啦 所以這一次稍微整理了一下資料啦齁 就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啦 畢竟接下來就是要打活動了嘛 我們的氣息活動 跟 國際版的是中年活動這個樣子 那麼當然 其中我相信演出方面啦 畢竟已經來到八周年了啦 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啦 不過就稍微 整理一下啦齁 給一些比較新的玩家來參考一下 OK 那麼在抽卡演出這方面啦齁 總共有四個階段啦 就是我們一 點下去 抽卡開始過後 就是會悟空飛出來 然後 接著就是發射龜派氣功 再來就是擊中隕石 以及抽卡接口出來這個樣子 總共四個階段啦 那麼第一個階段來說的話 就是可以看背景 跟陪飛的人員以及組合這麼樣子 第二個階段就是看拳王遠處啊 喊聲啊 合體啊 操槍龜派氣功有沒有啊 變身段數之類的 還有就是我們在下拉的時候 會不會變日 應該說一進場就會看到有沒有變日了啦 嗯 然後再來的時候就是 擊中隕石過後 就會有可能爆玻璃呀 或者就是為時的時空回溯 這種我們非常看重的東西 以及最後抽卡結果方面 卡面的剪影 突然間做轉彎 Slide的這個樣子 這主要就是這 五個方面啦 四個方面 抱歉 四個階段 突然間 數字的部分了 OK 那麼 這邊的話 我們就 就接著看下去 那麼在 這麼多階段中啦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必中大獎的演出啦 就是 清背景 就是我們第一階段裡面 就會出現的啦 有沒有 直接看得到 第二階段在我們下拉的時候 拳王如果有探頭 那就是恭喜 再來就是 時空回溯 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會觸發 但是 時空回溯 這個也不是說 完全沒有條件啦 還是有一點點的先接條件 就是在 陪飛的階段 Virus跟Wiz 如果兩個 一起出來的話啦 那麼就是 超級恭喜 就算沒有 拳王也無所謂 因為這邊已經是 必定 大獎啦 再來就是 Virus跟Wiz 各有一張 自己飛出來 就是找單飛的情況下啦 當然 旁邊還有其他人的情況下 也是有 機會啦 進入這個 Virus的 時空回溯段落 但是 這個概率非常小 至少我自己到目前為止 是還沒有 撞到過啦 有看過的 真的是非常恭喜啦 這三個畫面 就是 必定出大獎啦 那麼 再來的話啦 就是 合體 Begito的 演出啦 這個也是 非常的讓人 激動人心啦 然後 合體 成這個 Begito狀態下啦 在我們一般的Dokan Fest下面 超賽狀態 是必定 注目限定啦 然後在超籃階段 是必定 LR 然後在傳說降臨的話 不管是超賽 還是超籃都好 都是必定會出現 LR 這麼個樣子 可是 在傳降這邊的必定 LR是 整個卡機內的LR 沒有說 注目上的LR 所以就是 只會有LR 但是就 有出現 可以有一點點的期望值 但是不要期待太大啦 在傳降這邊 除非就是 前面的 三個 三個演出有出來 那就另外來講 OK 然後 Begito的合體演出的先階條件其中之一 就是 陪飛階段的時候 這一張 Begito 有 出來陪飛 當然 很大概率 Begito都會比我們一個Djongko 然後就飛走了 什麼演出都沒有 那麼 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下拉的時候啦 那個文字有變化 我們普通就是 在日版這邊是 Hibari 然後如果是國際版是下拉 然後 拉下去之後啦 他會變化成 Yokose 拿來 這樣子 然後 拿來 快點 這樣子 Yokose 看到這個的話 會非常爽 他的文字會變成 金色 OK 這個就是 我們的 Begito 演出啦 非常非常的 期待 只要看到他都很開心 雖然說未必會出現我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 至少有一個個 保證 跟期望之在啦 OK 再來的話就是 陪飛組合這方面啦 嗯 那麼這兩位絕對是 大家會很希望會看到他們的啦 因為只要他們出現 就會有必定限定注目 或者就是 船將為L奧 當然他的船將為L奧 這邊就跟剛才的 Begito是一樣的 整個 卡基內的L奧裡面 隨機推出 而不是講必定注目上面的L奧 然後這兩個組合 就是 普貝撒旦 以及 大特 爆小五 這個樣子 無論組合是怎麼樣子的變化啦 只要出現這兩堆之一 保證啦 限定或L奧 這個樣子 嗯 非常非常棒啦 都是讓人很 阿翠 看到他們就 嗨起來而已 OK 然後組合面上 除了這些 還有這六對組合 就是會有 3SSL 或者 注目 可以有一點點的期待啦 至少就是有組合啦 哎 兩位小屁孩 或者就是 克林 跟 18號 要不然就是 17 18號 然後 司徒 我們的 悟飯跟 比克 或者就是 地球三人組 或者就是 天津飯 跟 角子 這六對組合 都是 3SSL的 或注目的組合啦 算是可以小小的期待 有期待值 但是 對比起前面那兩個 那來講的話 就 掉了一些些 因為有可能 3SSL一出來 還蠻長一到 3SSL的 這方面真的是 讓人 非常的不爽 不愉快 哈哈 OK 然後在 陪陪組合這一邊啦 還有一個就是 比較特殊的存在 就是 克林啦 當他 只有 單獨一位 這樣出來 就是 悟空 然後跟克林 就沒有其他組合的情況下啦 也會是一個組合啦 3SSL 或者 主母這樣子 然後 這張克林 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他單杯出來 後面就會陪著一個 美吉大一出來 然後他們兩個站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突然 一定不合體 我沒不知道意思什麼 自己的經歷 當然他還是有合體的機會啦 還是有合體的機會 然後剛才講到合體那方面 我突然間想到 我漏掉了一個東西啦 就是 美吉大這一邊 我有聽到 殘忍師講說 當 Virus 或者 Wiz 跟著 美吉大一起的時候 好像 也是 必定合體 好像也是 必定合體 這方面就 剛才漏掉了 這邊才會補充一下 OK 那麼 在克林之後 就是 進入了另一個段落啦 組合完了嘛 第一個階段 進入第二個階段的話 然後 寒森方面啦 首先就是 悟空的語音這邊 就是我們很常 就是 下來了的時候 一定會聽到嘛 龜派氣功 以及八季 還有 Collete Orida 這三個 然後Collete Orida 其中是 最棒的啦 不管前面組合是怎麼樣 出現Collete Orida 就必定是注目 所以也是有可能會有限定崩出來 也說不定 然後 龜派氣功跟 以及八季就沒有什麼特別啦 很普通 帶過就好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乙鷹就是 Begeta的乙鷹啦 有 Begeta 陪飛的情況下 或下達文字改變的情況下 就有 合體的可能性啦 如果出現 Oh My God No.1 也就是非常High的啦 合理 確定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 Vegeta 然後就看是 超賽 還是超藍 然後就再看一下 會出現什麼解釋啦 OK 再來的話 就是 變身段數 這一邊 就是我們 發出龜派氣功之後 它會有三階段的變身 到第四階段是 紅神 如果是變身成紅神的話 就有必定 三SSR 然後有兩個 煎鷹啦 然後 這邊的話 123 這個 比123的那個 悟空這邊 是隨機會突然間跳出來的 這個是 比較普通啦 沒有什麼特別 再來的話 就是 絕望中的一道光 突然間出來的 超長龜派氣功 當前面喊著 Kamehameha 然後組合又沒有人的時候 然後 前面的變身段數 也沒有特別了 這個超長龜派氣功突然間出來 哇 真的是會很爽 因為在Dokkan Fest上面 是必定先定注目 然後在傳說降臨的話 是必定LR 然後這一邊的話 我有一些點的 不太確定啦 因為就 我一到的時候 都會出注目 或者就是 注 LR 如果是 有人出到 一般的那種 一般的那種 絲綢SR 一般絲綢卡的話 也幫幫下面留言提一下 如果我自己遇到的情況下 都是這兩個前段 都有遇到過啦 這個是絕望中的一道光 前面什麼演出都沒有的時候 這邊來一把 很爽 至少有希望啦 那麼再來的話 爆玻璃方面 同樣也是絕望中的 一個 一道光啦 當然 需要爆到第二次 Yaru的判底 或者就是 帕夫帕夫 爆一次的話 沒有什麼特別 就 確定SSL 可是 因為現在的失聯酬啦 必定保底SSL 所以這個就等於沒有了 爆兩次才會有希望 Token Fest的話 必定先定注目 傳說降臨的話 必定LR 這麼個樣子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 演出第3階段啦 那麼第4階段就是 抽卡結果 這一邊 卡面的 剪影轉換 同樣也是絕望中的一道光 因為 不管什麼演出 都有機會會出現啦 叫做 就是你點點點 它就突然間 ㄙ 就突然間 一張 bailout 或者限定卡 跳出來了 超灑 以下的這一些剪影 齁 就是那一些 大概有可能 做到Slide Fall的角色啦 當然可以 稍微coin一下 就是 我覺得 還蠻棒的啦 OK 以上就是 從第一階段 到第4階段 所有抽卡 動畫面上 有可能会出现的东西啦 然后当然 最最最最希望会出到的 毕竟是这个啦 避重大奖的演出 因为接下来的卡基 都算是还蛮重点的卡基啦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 不管是清背景 拳王还是时空回首 只要看到一次都会害到爆 骂骂嘛 就是这个样子啦 如果我有 缺漏掉什么没有讲到的话啦 欢迎大家留言补充一下啦 嗯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Yamata 拜拜